到了清朝 往下看下一段 清 到了吗 清 到了清朝第一点 第一点 武士达赖来京朝贺 顺治帝赐予他达赖喇嘛的封号 这个达赖喇嘛最早就是按打喊给他的 达赖就是蒙古语大海 到了顺治皇帝的时候正式承认 他是达赖喇嘛 那封号长着呢 西天大善自在佛 什么什么什么 两行被派来 两行 最后四个字是达赖喇嘛 就是大海上尸 然后给他这么大一颗 这么大颗 金印 金印 然后把册封的圣旨刻在金板上 好几张金板 拿线一边 金册金印 在清朝 金册金印去册封什么人用呢 皇后 皇后 清朝没有太子 皇后金册金印 亲王和贵妃有印无策 郡王和嫔妃有策无印 所以这个达赖的地位相当于皇后 进京 达赖喇嘛 进京做皇帝的轿子 皇帝把自己的轿子给他 他进京做皇的轿子 见皇上两个人对坐 皇上坐在上 坐在那 以右为上手 皇上坐右边 他坐左边 王爷什么都得跟底下站着 甚至跪着 皇上的大爷跟底下跪着 达赖跟那坐着 所以就非常尊重他 非常的尊重他 他那轿子就在西黄寺 就是那个 就是永外大街 不是 安外大街 西黄寺 那就是今天叫 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那就在那里边搁着 平时的话 都 都那个 不用 不用 他来京都专门给他用 那达赖班禅专门都做这种皇教 皇帝用的教 封他为这个达赖喇嘛 然后到了这个第二点 康熙地又册封了这个武士班禅 武士班禅 那就一二三四世全都是追认的 今天的达赖喇嘛 在这个印度的达赖喇嘛是十四世 在这个西藏的这个班禅喇嘛是十一世 十一世 大概这个跟他的年龄可能有关 因为你连着几个达赖都二十多岁就圆寂了 那就圆寂了 所以这个 这个 他转世比较快 转世比较快 佛也走 佛也走得太急了 这个班禅喇嘛呢 转世比较慢 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 这个 达赖是观世音菩萨 转世 班禅是无量光佛 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未来佛 应该佛的地位比菩萨怎么样 高啊 是吧 你等觉是罗汉 等觉正觉是菩萨 等觉正觉 无上觉 三觉圆满 才能是佛 但是这个 可能因为达赖那地方好 前葬 是吧 他主持前葬 是吧 以这个布达拉宫为自己的住戒地 是吧 班禅主持后葬 日喀泽的扎世伦布寺为住戒地 这个扎世伦布寺就是后葬可能稍微的 宠一点 孔盘森区的地方 你想是吧 他就宠一点 所以好像这个达赖的地位 实际上比班禅要高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